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券報局 有整個星期沒見大家,剛剛放假回來 我記得在上星期一見大家的時候 最主要提及到的問題就是 在9月9日見到24,374個高位之後 那時候說到我覺得有機會短暫見了頂 然後在星期一大塌下來 提及到收市價跌穿了23419這個位置 當天的低位是23284是比較關鍵的位置 如果一跌穿了,我自己覺得 有機會就會回到至少去到226-228 我記得當時大約不斷地和大家說 所以最簡單建議的策略就是 堆穿了23284 一堵穿就當堆穿了 那就是組張即月份、九月份期 但過了整個星期回來 事後見到這件事就是這次的策略 輸錢的,就贏不了這一拳 那不要緊,都是那句,再接再禮 希望找個另一個賺錢的機會 那現在最更新的情況來說 我想比較多人問的就是 就是接下來那個市 聯儲局比較關注的就是 星期四香港時間早上來說 聯儲局公佈的意識結果 究竟它加還是不加息 對於未來的市場影響 相對性來說比較大 那我自己來說 就不隨便去揣測究竟它加還是不加了 因為正路來說,老實說 是的而且確是 今個月不加息機會大 換句話說 最有機會加息來說 都是十二月份的事 因為始終都是說 在選舉結束完之後 加息是最正路的決定 也都因為這樣,其實 在九月和十二月 加息機會率相對性來說 都是不高的,正路來說 但是始終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什麼 黑天鵝事件 從而令到我個份樂觀 令到那個市場大跌下去 也都因為這樣 我自己就比較謹慎一點 去做一個開創的動作 所謂謹慎一點 我們大家知道 今個禮拜比較關鍵事件 是禮拜三和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三就是日本公佈的意識結果 香港時間 禮拜四的時候 就是美國公佈的意識結果 換句話說 其實市場來說 經過這幾天 在這些位置 橫行牛皮的話 我自己覺得 之前 穿了 大約三千二百八十點 這些低位的時候 在追張朗普 這轉輸了 很明顯地 輸了我不會爭的 反而問題就是 市場經過這幾天 在這些位置 再出一個增持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 短線的阻力 就是 9月12號 頂位 兩萬三千 六百三十五 支持就是 之前曾經 最低位 楊足的低位 就是9月14號 低位 兩三一四零 這兩個位置 如果我們知道 禮拜三和禮拜四 要做 有一些比較敏感的事件 觸發市場 有機會爆升或者爆跌 很簡單 我策略上來說 首先 如果 有短線 暫時 去到這些位置 應該避免去開住 因為我不排除 過了禮拜三、四之後 市場出現一個 單邊的走勢 而這個單邊的走勢 你純粹說 主觀去看的話 就駁他 禮拜四 香港時間之後 早上 聯儲局公布 不加息 然後 令到市場爆上去 不排除 可能是 但我不會主觀去判斷 我會利用一些奇權的策略 幫助我去 觸短走勢 那怎樣幫助我 觸短走勢呢 我剛才所說 我自己覺得 純粹說走勢來說 我覺得 短時間來說 比較近期的阻力 和支持位 毫無疑問 就是上面 23635 下面23140 那既然我覺得 禮拜三 日本公布議席 禮拜四 香港時間 美國公布議席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趕得切 在這兩個 公布議席的關鍵事件之前 做一個開倉 駁市爆 是抵駁的 因為我覺得 NOMETA的消息是怎樣 市不是爆上 就爆下了 所以換句話說 我自己覺得 值得比較開倉的日子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星期三 正月равля 我分開幾種情況 如果 主題 在星期三 其實在那時候 都在23140 至23635 那些地方 附近的話 這麼 我會建議做一套 立照升趨就 同時 NOMCO NOMP 9月份 隔的四百點 我覺得這次的賺錢是用小駐賺大贏的 因為我覺得市場過了今個四 就會爆發的了 所以既然你是賺一個短時間的爆發點來講 我覺得做九月份的期權已經足夠了 你寧願下少一點點 希望一贏贏得更厲害 但是輸的話萬一真的看錯了 你預了輸了錢去 你可以傾向這樣去賺 但是如果你真的說 我做職業期權 你預了的了 尤其是下個星期四就算了 你做職業份的期權 你真的很怕時間值得比較快的話 你做十月份期權 但是做十月份期權 你記住嚴謹過了星期四之後 等會繼續講一些策略的跟進措施 都出現某一些突破的情況 你一定要做指示的動作 記住記住這件事 我現在假設大家先做九月份的期權 如果在星期三之後 做過市都仍然在這個Wing以內 我就會建議同時 九月份加了四百點限止期權 就駁過市 在過了星期四之後 即是星期三之後 我不知道 總之最遲星期四之後 就出現一個單邊的走勢 爆變 就令到可以賺到錢 我最主要想做這套策略 但是如果 去到星期三之後 即是經歷過星期二這一天 如果星期二那天 收市價 剛才說的 我自己覺得短期的一個 載率支持位 是23635 2314 這個載率支持位 出現一邊突破 市就會向那邊走 所謂突破的都是經常說一句 如果向上突破的 就收市向上突破 23635 再升穿當天的頂 向下突破的 就收市價跌穿23140 再跌穿當天的底 換句話說 有可能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例如明天 星期二 它收市價向下跌穿23140 OK 在這一刻 只要再跌穿X這一點 的情況來講 市就確認了向下突破 市就有機會 朝著我 其實在上個星期一 和大家說 去到 226-228 這些位置 進發了 但是未出現這種情況之前 你不要猜 換句話說 如果假設星期二 收市價跌穿了23140 還差一步 只要再跌穿 星期二的低位 即是X點這個位置 市就有機會向下突破 但是未穿 未穿 我就當它是一個 叫做 危中有機的機會 在星期三早上 見到它未正式 對穿X點的情況來講 我呢 反而會建議 是做什麼呢 兩招一仆的策略 留意一下 之前情況一的時候 是兩邊都未穿的 未正式收市穿 上下這兩個位置 那我就 同時Long Call加Long Put 現在這個情況是 可能是星期二 收市價跌穿 23140 那星期三 又未跌穿X點 這個位置來講 那我就博什麼呢 因為那個市 在一個偏低的位置 那我就會傾向做 兩Call一Put 都是做價外400點 但是比重上 Call的比重 我會落得重一點 例如是用兩張Call 一張Put的比重 去開這套倉 博過市在這些位置 非不死 然後就會打彈上去 這樣呢 就做兩Call一Put的策略 相反呢 如果是星期二 那天呢 他收市價 不是督穿下面 他是督穿上面 那個阻力位 即23635這個位置 收市價督穿了23635的 那麼去到星期三 之後早 又未進一步去升穿Y 這一點 未進一步升穿 那我就反過來 就博過市 不升穿Y 做一套兩Put 一Call的策略 都是搏價外400點 同時間 Call和Put Long Call那邊 只不過比重上 Put那邊比重 我搏得重一點 OK 那就搏過市去這樣做 基本上 星期三 早上 我就會建議 一是情況一二三 這樣去開創法 OK 跟著來說 但是 剛剛所說 如果過市 收市價 進一步突破23140 跟著這裏出現X點 之後再對穿X點 這一個低點的情況 我會怎樣呢 那時候我剛才所說 理論上 我覺得市 確認了個勢向下 那時候來說 本身 我如果 譬如之前所說情況二 收市價對穿了23140 那時候 未進一步對穿X 那時候 我是開兩Put 一Put的策略 但是 假設 一對穿X點這個位 穩陣在那天 對穿15分鐘 的話 我本身可能 持有兩Put 一Put的策略 因為那時候已經確認 奪勢 之前 為何做兩Put 一Put的倉位 我駁過市 不會對穿X點 但是 如果真的對穿的話 那我兩Put 那個倉位 我會斬掉 留回 一Put的策略 同時間來講 我會再加住 去再駁 將隔外 400點的一Put 的策略 駁過市 下去 相反 如果市 在之前 在星期二 收市價對穿了 升穿了23635 星期三之前 未督穿Y點 那理論上 我開了兩Put 一Put的策略 那我駁過市 不穿Y 回下去 但是 如果真的之後 正式升穿Y點 這個位置 那我本身 持有兩Put 一Put 的策略 仆位 都全部斬掉 只留一Put 一Put 另外再加住 補回一Put 一Put 希望市 再進一步 夾上去 我會這樣去 撿生 總結來講 策略 一、二、三、四 五 的情況 你見到我整件事 就是 老實說 你問我 要我很肯定 去猜 接下來市場是爆上 爆落 我都不可以很肯定 告訴大家 但我知道 一件事就是 應該過了 今個星期四之後 市場總不一定會爆邊 基於這件事件 所以 我就會利用一些 爆邊的策略 去賺錢 因應不同的情況 再計算機會率 去用不同的情況 去處理我的倉位 還有事後 如何再跟進的措施 亦都一次過寫回給大家 最主要我這次 就一次過講 這幾個策略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明白 禮拜三 再和大家中一步 跟進的倉位 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